煤气罐、钢罐、千层木、轴承 一些不齐雅的废品 经过一群老人的独特设计 变成了一个个巨型陀螺 最重的足有130斤 每次表演 大爷们都是公园里绝对的C位 6月22号 在长城市宽城区团山街道守山社区旁的小广场 58岁的孙树友带领一群人正在玩陀螺 巨型陀螺让围观市民嘖嘖称奇 在电钻的帮助下 陀螺原地飞转 稍微稳定后 身边人马上挥舞皮鞭 将大陀螺出的啪啪作响 陀螺也越转越快 2017年 孙树友看到有人玩陀螺 一下子就勾起了儿子的记忆 第一次尝试 他就玩赚了三斤重的陀螺 后来 他和朋友刘庆发 创造性地将煤气罐改装成了陀螺 并安上了彩凳 没想到一亮相就大受欢迎 我们这首先废物利用是煤气罐 这个小型煤气罐 和这个空气压缩机 就是冰箱的空缩压缩机 完了那个木质的呢 都是人家那个下来的那个废气的料 从那时起 村树友的陀螺便越做越大 不仅陀螺的个头越来越大 就连跟他一起玩陀螺的人也越来越多 现在 他组建的陀螺队有40多人 年纪最大的队员有80岁高龄 他们都表示 陀螺让他们收获了快乐和健康 当夜幕降临 彩灯变得明亮 大陀螺也变得更加炫酷 打算办一个陀螺协会 更多的老哥哥老姐姐 要想参加这个我们都欢迎